第一站在警政署的这个立场 我们一定是会从优来做一个抚恤 那第二个部分 这两件的抚恤金 以及慰问金加起来都会有超过2000万以上 我们会主动来帮这两位同仁 来办理这个抚恤金慰问金的相关事业 第三点对于因公殉职跟因公死亡的 这些的定义不一样 尤其对于因公殉职的定义是比较狭害的 它的定义是在抢作灾难 或者是执行狙击逮捕 有遭受到暴力或意外死亡的状况 那未来我们会修订 这个检查阶约事条例的一个施行细则 对于执行勤务遭受到暴力或意外死亡的一个状况 就能够来做适用 那解释很多的这个疑虑 那另外站在警政署的立场 对于同仁发生这些因公的这个案件 我们一定是重优重处来做抚恤跟慰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